大家好,我是香蕉人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这阵子的午后雷震雨 尝试来得又急又大到很夸张 想想也好久没有把我的2016 RAV4替换雨刷胶条了 那这次要自己来DIY替换雨刷胶条 是在车圈内大家强力推荐的日本PR 矽胶超泼水雨刷胶条 而且用过的人都会告诉你 只要用过一次你就回不去了 也绝对不会再去买大卖场便宜雨刷胶条来用 也因为这夸张原因它的售价也非常的贵 光只有单售替换胶条就要300到500元之间 如果是购买整组雨刷就马上破千元 所以早期也是这贵贵售价原因 我一定会在好市多年度雨刷特价 一只只要299元时 大量进货库存来当抛弃式雨刷使用 也划算不会心疼 可是现在我发现便宜的泼水效果是越来越不佳 连刚新装上去用也是一样刷不干净 也慢慢感觉大量整组丢弃也不是很完保 所以也只好牙一咬就直上PR矽胶与刷条 用到目前使用效果 感觉它是值得它的售价表现 又能新安装后干刷5分钟 就会制动超泼水玻璃度膜 真的是一举一两的大家都欢喜啊 只是你想更省钱就必须学会自己DIY替换胶条的方法 而在它产品包装背后也很贴心图纹冰冒画出 不同类型雨刷架的胶条安装说明 但很可惜是台湾代理商 并没有在进货到台湾后改贴上中文化说明 我想代理商觉得这问题只要丢给经销商去现场教学贩售处理就好 也能再帮各经销商多赚一点客源 好,那就先说到这里 我们先从小支16寸雨刷来替换教学做起 因为它的跨距长度小 挑战度低也比较好上手操作 而且我目前观察大多数日系车都是使用这一家雨刷组 所以你可以先查看你的车上如果也是类似这种固定方式 那这个胶条替换教学就可以同用 但请注意一个重点 它的胶条固定扣一定是在下方处 预防在刷洞时脱钩滑出 不会一下就飞出从此与你别离 而这不锈钢白铁钢条 请一定要保留下来一起替换别丢掉 不然胶条少了支撑是软啪啪 无法平贴在前挡玻璃上使用 那要拆换胶条的方法也非常的简单 完全不用动到工具 只要在胶条固定扣的反方向尾端位置 用大拇指出70-80%力气大力向前推动 这时你一定可以感觉有很大强烈阻力度在 但请不用担心 胶条本身就有吸震缓冲功能 等它累积到极限后就会自动脱离固定扣 所以不用害怕担心搞坏 此时胶条脱离后再慢慢拉出来 动作不用太快 免得两侧不锈钢条先跑出来 造成卡卡不顺很难拉出来 这时就可以左右推动把两侧钢条滑出来 非常的简单没有什么技巧性 只插在等一下装回去要对好勾槽比较会累死人而已 而这里有一个重点要注意一下 就是有缺口的钢条是朝胶条固定扣位置放置 在尾端则是完整没有缺口 千万别放错方向 免得刷一刷钢条就滑出去刺破胶条 接下来就是拿出我们新买的替换胶条 安装方式就是你刚怎么拆下就反装回去就可以 在新的胶条上有说涂上波语剂 为使用前禁止擦拭它 免得POI效果变差 但老实说我真的也看不出它的差别处 可是当我们拿起旧胶条两者一比对 就能看到新胶条有油亮感的图层 所以我们也别太贴纸 按照厂商指定下去做就好 别制作聪明强迫症发作要擦干净而破坏它 好那就先把它安装上去恢复原样 如果你是第一次安装也不用太害怕 只要动作放慢一点一定都可以装回去 不锈钢条装回去后 两侧都要再检查一下 别让它跑出轨了 一定会影响到你推入卡到鱼刷架的作业 都没有问题就可以由上往下 慢慢推入鱼刷架 这里动作不求快 只求顺顺一路插到底就可以 也请放松心情一个一个对好它的固定钩 然后顺顺关关过 好推到这里就可以先暂停一下 再回到头端用大拇指大力向前推 让它的胶条固定孔可以卡在鱼刷架的固定钩 这样就大功告成完成自己DIY鱼刷胶条替换 是不是很简单到连猴子也都会操作 最后也在左右大力拉动双重保险确认 它是不是卡死死不会滑动 都没问题后 另一次大鱼刷就照同样方式替换安装 好全部T1完成快的上车测试一下 但注意在干刷镀膜前一定要把玻璃清洁过 最少要像我在直抹布上都没有出现大量黑色灰尘 这样干刷镀膜效果才会更好 而这里一定要再三提醒大家 在拆除整组雨刷时 在下方处一定要垫上海绵或是大块抹布 不然这雨刷铁杆打到玻璃后果可是不甘设想 小心为妙 那安装方式就照你拆的方法装回去就可以 打开上保护盖再套入雨刷杆 雨刷组向上推后卡住 最后压上保护盖打完收工 另一支雨刷组也是照同样方式安装 最后按照雨刷胶条原厂要求干刷动作 入车内不踩刹车踏板 启动电门按两次到ACC模式 再拉动雨刷杆到第二档位中速慢慢的干刷 最后再定时5分钟等它镀膜完成 理论上做到这里就大致完成自己DIY T1雨刷胶条 但最后我也想再教大家我们车圈内的都市传说 就是当你新买胶条使用3个月后 再拆下反装使用 它的雨刷泼水效果又会再提升回到7到8成 对于家里有妻小和小老婆要养的车主来说 是非常能节省成本开销的一个做法 而且反方向安装在使用上也完全没有出现脱离滑出问题 除非是你个人没有推到未扣好 这就另当别论了 但还是提醒大家 这个都市传说做法要不要做完全看个人需求 本人是完全不负任何责任 请自行衡量使用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 如果你有什么自行替换雨刷教条心得要分享 都欢迎在下面留言告知 也请多多帮忙按赞和订阅 让我可以更快一点达到10万订阅奖牌 我是香蕉人 那我们下期影片见啦 所以影片到这里 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 请记得订阅和分享 也记得把你的铃铛打开哦 这样随时才可以收到我上传的最新影片 拜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